大家好,歡迎收看E.D.財智多 今天坐在我身邊,有Andy 你好,上次你跟我們說科技股 很多網民都說很有興趣再知道一些不同的外圍板塊 其實有一個板塊,我覺得今年來都是熱門主題 很吸引眼球,我想到今個星期為止 大家都是等一些國策扶持,再將股價推高一點 說的是新能源汽車,外圍的又你最愛的Tesla 最近加上就是Mio 蔚內 我們香港上市的有比亞迪 還有Tesla概念股禁鋒利業,今天繼續破一些高位 Andy,這個板塊大家都知道 整個大環境環球都是國策的扶持行業 但是會否敏感了一些? 即是那些股價已經去到一些要怕著來買 甚至是想著究竟是否要食股的階段 其實你們會怎樣以基金的角度去量化這個股價是否合理? 其實我們自己在看整個行業 即是說新能源汽車的行業 是說到5至10年的一個很大的增長空間 甚至再誇張一點的說法 是我們自己覺得可能5年之後 我們會開始看到一些新能源汽車 怎樣去慢慢取代傳統的引擎車 會有整個拐點出來 特別是今年因為疫情關係 例如在歐洲上的銷售數據 經常看到電動車的銷售數據 已經跨過傳統汽車 是特別漂亮的 如果在品牌上 例如我們看到美國的數據 或者歐洲的數據 我們看到其他品牌其實大部份都是跌的 整間公司的銷售量 但是Tesla這些是升的 其實我們會這樣說 如果你說用一個比較短時間的股值 當然今年升了很多 會的感覺是有點偏貴的 從短線來說 但是我們經常說 這個整個大環境是說 整個菜到整塊餅做大了 所以我們會覺得 中間的波幅可能要預算承受多一點 但是如果你看遠一點 其實是很多間車企 或者叫電動車車企 是越來越吸引的 因為剛才你提到 例如蔚來 很多人就會問 為何這幾句突然升這麼多 上個星期還在爆頂 是的 但是其實我們就是 之前為何會開始看好 我們都不是很早看好的 我們都是到13元才開始買進去 但是最重要就是 看到我們預期的市場 會將一些電動車企 開始有個re-rating 因為我們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大行 或者外面的分析員 以前去看電動車車企 還在拿一些傳統車企去看 是的 但是我們在看的是整個生態圈的變化 我們會預計越來越多人去明白這件事之後 有很多不同的估值重股出現 其實會是 你可能想想捉一個波幅 我聽到很多人的蔚來這段時間 是的 我捉一個波幅 想著27元掉了 也不會的 是的 誰知道現在又變了要高追回來 聽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我們覺得 所以如果你說要平衡 如何去看短線和長線的估值 我唯有說是用注碼在上面 去控制是嗎 現在看到畫面上 如果大家這些股份色淤眉時 都應該很開心 完全不捨得沽 我想你們的基金持倉裡面 也有很多膽在裡面 剛才提到未來你13元駕駛 現在30元都已經賺很多了 稍後我們就從一個策略上 和個別業務上 再跟大家分析 究竟這些股份是怎樣做一個部署 但如果你說整體的大環境 Andy剛才提到的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整個新能源汽車的生態圈 在坊間道大家都會看 只是每個月銷售多多少 即是達不達到目標 全球市佔率佔多少 但在行業生態圈那裡 接下來的發酵或者想像能力 很少人會觸及 Andy 也解釋一下 為何你用這個眼鏡去看 其實我們傳統車企 只看自己賣多少車就算了 但在電動車這個行業 其實我們看到很多比較成熟的車企 或者叫做未來和Tesla 其實他們在做一個 不只賣車的 他們有自己要做一個Fans Club 即是信徒制 這件事其實是令到他們 有很多side business 做到的 另外如果真的要硬件一點的配套 就是充電設施 這件事對於我們會說 整個不只是電動車 因為這件事等於 接下來如果再想大一點 我們自己星期四都會有個分享 再有個分享 怎樣令到整個生能源升級 或者叫電網升級 其實跟這件事是很有關係的 即是雞同雞蛋的問題 你越多電動車 你就自然要越多充電裝 但這個是其中一部分 再想深一層就是 其實當你有充電裝 又有車的時候 你就要想 我怎樣可以有一個能源儲存 所以很多時候 一間電動車的車企 通常都有這三個東西 即是充電裝 加能源儲備 即是稍為成熟一點 都會特別是Tesla 但如果你說就住 如果只是說自己的車 其實生態圈 我們就不只是看 不只是車的能力如何 其實我們還要去看看 就是究竟科技 科技放在哪個位置 其中一個很明顯的 就是自動駕駛的能力 現在暫時領導者 都一定是Tesla和蔚來 我會說各有各的優勢 但其實這個科技上面 其實可以衍生很多東西 因為當你的自動駕駛 越來越成熟的時候 其實將來 大家可能現在在想 可能會經常聽到Uber 或者Grab這類共享的車模式 其實有機會遲些 如果在法規上的批准 技術夠成熟的時候 根本是不需要有一個駕駛 自己走 挺想有這樣的東西 其實我自己 我以前都很喜歡駕駛 但我現在是喜歡坐車多一點 我會覺得 如果他們真的要自動駕駛 這件事是會更加減低了成本 這是其中一個生態圈 大家在買將來的一個夢 當然還有另外一些 例如說 究竟它在車上 會不會 剛才不是說過電網 究竟那些車 會不會大家互相之間 可以做供電 這些當然都是後話 但是有一個近一點 可能大家可以想到一層 就是究竟做保險 車載保險 Tesla 做 Tesla 做 其實未來都會有 其他公司 現在巴菲特說做什麼保險 是 無賺不了錢 其實不是的 其實在車 我不敢說整個保險行業 但在車這個行業 有一個很特別的一件事 就是說如果你的數據是很好的時候 其實你應該 其實保險有一點 有一個堵住的感覺 它越多數據 它知道這輛車 如果發生了什麼意外 究竟傷亡的數字是多少 現在Tesla 的車 在美國是最安全的 第二件事最棒的是 現在這些電動車 因為有自動駕駛 它都會 detect 你的司機的駕駛模式 究竟你是一個很狠的司機 還是一個很安全的司機 它有這些 它可以用這個去計算你的保費是多少 所以整體來說 我自己 或者我們好看的一件事 例如Tesla 應該在車載保險的成功率非常之高 因為它的賠付率 應該它可以控制得很好 而從而這件事 會成為公司將來的其中一個 我會說是CashCard 一個現金友 你剛才觸及了少少少 都教了我們 你選一間車企的重要因素是甚麼 之前都向你學習一下 因為很多不同的車企 你不知道怎樣衡量 哪一隻值得投資 所以就會經常問一些基金經理 你怎樣選擇 有Tesla 現在美國上市比較Hit的 剛才提到的 衛來 有小鵬 有理想 開心氣車 最近爆發得很厲害 之後就跌得很厲害 我們這邊也有比亞迪 Andy 你覺得最重要的因素 除了你剛才提到的 還有甚麼補充 我覺得剛才那些是說 我們怎樣去選擇最厲害的那些 但反過來 剛才Debbing問到的問題 反而是 我們反而是用一個篩選的方式 怎樣將危險的股份 先扔開 其實很自然 為何我們會開始明白 原來最厲害就是 Tesla和未來 同時將最危險的股份 為何會被拔開一堆 剛才你提到的開心氣車 首先我們覺得不關事 這就更加要拔開 但如果純粹要電動車 剛才你提到的小鵬 或者理想那些 甚至香港也有行詞 其實我們會這樣去看 首先我們要避免一些公司 未真是量產能力很高 不是說他們將來不成功 但我們想避免了一個過去幾年 在關於電動車行業 一個很大的風險 就是PPT賣車 即是他做到的表演很漂亮 甚至做到的Prototype出來 但誰知道量產不到 這一點是最高的風險 甚至美國也有Nicola 也出現了這個問題 甚至現在很多人在賣廣告 例如我們看到GM有賣過Hummer 但如果細心看 你現在付款是2024年才交付 完全不同的概念 所以量產已經是其中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融資能力 因為這個行業 某程度上大部份仍然在燒錢 只有Tesla賺錢 它都捱了很久 是的 捱了很久 它用它的個人魅力 現在大家開始明白它的生態圈 就明白現金流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撇除產品 大家一定要看 但融資能力是很重要 因為其實蔚來今年曾經最低 一個多兩元 去年就快要死 是的 但就是因為 大家看到原來合肥肯幫 即是國家肯幫 騰訊也有份加賣入股 是的 這是融資能力 我覺得這兩點是最重要的 當然你說如果將來發生的 會不會有什麼風險 我覺得大家最害怕的風險 就是不同國家的政策 會不會有改變 因為我們正在吃這個行業 不只是中國 其實歐洲和美國 大家都在想 接下來會有很多 關於新能源的政策出台 究竟例如 我講近一點的中國國策 今天出現 但如果就著美國大選 大家就會去看 究竟候選人上台之後 會不會有不同 對 或者會不會有更多信用 如果有更多信用 類似CO2 即是碳排放 你更多信用 你又可以賣更多信用 例如Tesla 你又可以賣更多信用 這就是其中一個政策上的風險 是這行業 我覺得其中一個比較重要的看法 真的要緊緊 還有要做很多功課 因為汽車的推進 在業務上都很快 還有很多消息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你剛才也說了很多次 Tesla 這個英文字 大家都知道 你真是適於微時 一直駕上來 不過說真的 Tesla 大家說真的 它業務佔比太大都是車 所以人人的眼鏡都是看 你今年能否買到50萬部 你第三季很漂亮 你第四季要除了18萬部才到 最近又減價又等 但你看Tesla 是否不只是看它賣車 你剛才也說了它很多其他業務 是的 在說其他業務 可以補充剛才的業績 其實車上 當然它現在搶佔市場很厲害 就是因為減價這件事 但其實大家要留意這件事 在它減價的原因 它不是犧牲很多毛利 原因是它的技術層面 其實在這次的業績和電池日 都有說到它怎樣不斷去剪輸 即是盡量整個成本壓低 令到它的毛利沒有什麼被人減低之外 它的銷量高了 收入高了 所以其實這件事是車上很重要 即是不是以價換量 是的 反而是其他公司 越來越怕這群人是不是瘋了 你不斷減價 但你還可以打得贏我們 那別人就有壓力了 是的 當然如果在這次發佈會 即是業績上 我最著眼的反而是 它說它的新能源 即是說光復的業務 哦 太陽能 是的 太陽能 其實它有做太陽能的業務 佔大概6-7% 人家說很少 暫時是很少的 甚至如果看著它的業績 即是最近推出的能源儲備 其實都不算很高的比重 增長量點都不在那裡 反而是太陽能 就是太陽能 我覺得是大家低估了它的 其實它都在行一個 證明價格 即是說我總之做到最低的價格給你 它現在的毛利不算太高 是的 但是反過來 又是那件事情 其實有一個最 我經常說Tesla最誇張的一件事 它很容易吸引到很多 很有能力的工程師進去 他們只不過有時只是說 彈求我幫你改一點點東西 令到你整件事有效度提高 例如今次業績有提到 現在它大概要用一日半至兩天 才可以將你那些光復板塊 放在屋頂上 它說它下年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將一日半至兩天 變成一日裝好 我覺得整個潛在增長空間很大 特別是現在的光復的成本 又真的低了很多 所以其實無論在用家的角度 以及在公司自己發展的角度 我覺得下年 正如Elon Musk 他說是今年 是春球期 我給他下年 他說Killer Product 我覺得我很認同 當然他說再遠一點的 就是說未來不知多少年 究竟會否是令到光復或能源業務 會和它的車一樣大 那我真的要放長雙眼看 不過說真的 Elon Musk 你看整個版圖 那個廣闊度 其實我覺得好像為Tesla 再加多一些光光 你想想旗下除了有車 又有上太空的 SpaceX 又有通訊相關 即是Solar City 另外又有AI 又有醫療 很多事大家都會覺得很期待 究竟如何整合業務 以致幫助全世界 但到最後 其實投資者都是某一個問題 看完第三季的業績 很漂亮 那些單月賣車又創新高 像你所說 賣了一些碳排方權 其實也是賺了一大塊 我們再看下去 這個太陽能業務 能否燒到這麼久 令到股價能夠持續地為它加油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的市場價值真的太高 三千多億 整體來說 如果我們就這樣看著傳統報表的業務 是會覺得它貴的 但是很難去預計的 就是究竟它的自動化科技的數據 它會不會 這個是我自己想的 會不會突然可以買到出來 變成一個訂閱鍵 我分享我的資料給你 因為它現在在用自動駕駛的數據 跟平時外面的不同 它是盡量做得像人眼一樣 即是說 你縱使那個地方還沒有掃描過 我第一次去 我都可以自動判斷 這些數據 可能將來突然一下子 突然爆炸性 變成它整個業務的報表英俊很多 這些是後話 但回答你的問題 是的 在這一刻 你說要短時間 令到太陽能業務 可否立即撐起它整個股值 我覺得一兩季未必可以 我也是在看下年年 大家才會開始看 還有這麼久 我估計價方向要回多一點 是的 所以短線 坦白說 這一刻我還是繼續維持它 現在是在走一個大型的區間 縱使我自己是持份者 我們自己的客友持 我都寧願 現在你不要再不斷勉強升上去 我寧願振走一班 沒有質素的 不要說沒有質素 就是我這些灑糊 就是耐性 有些人想轉身轉多幾轉 但是Tesla 反過來 我覺得做法是 它有時無緣無故自己跌下去 可能突然無緣無故跌三成 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可能那一刻是值得去吸納的 我自己的做法 你自己有沒有沽過呢 那位置500元下來的時候 我們自己其實沒有怎樣沽過 應該這樣不是看淡去沽 而是倉位上 可能有少少要做個rebalancing 因為其實我們在一個過股 我們不只是持有過股 我們還有持有ETF 我們有時要看ETF 會不會又持有很多Tesla 自己又有很多Tesla 我們就有少少去微調 留意Andy 都幫我們畫了一個上下軌道 看看會不會回調 如果是對上一個底 應該大概只有300左右 差不多 那些水平 Tesla 留意 第二 我想Andy 都很想講的股費 也是最近熱話 就是《未來》 剛才提過一些東西 它很有趣 就是靠一個換電的概念 其實令到大家吸引了眼球 然後銷售數據很厲害 即是說真的 去到九月份去到五千部 其實也令到投資界掛目相看 但其他東西 有沒有什麼 好像Tesla那些想像空間 因為基金界形容它為明日的Tesla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會把衛能和Tesla比較 因為大家都先做一些很高端的車款 跟著做一個下沉的業務 這個業務模式大家很遲 但我覺得自從由《未來》 即是它說了它的換電業務 即BAS 會分拆出來 其實我們覺得它已經開始走 一些兩個不同的方向 它未必去打很多充電裝 這個問題 反過來我們覺得 這種方法對於一些比較密集的城市 是比較合適的 坦白說 我也很認同《未來》自己說的 在自動駕駛在這一刻的數據面上 應該《未來》是比較適合國內的數據 暫時在這一刻去看 所以變成在稀有性裡面 或者叫代表性裡面 我們就會覺得《未來》是屬於中國現在這一刻 大家如果只看新能源車 應該它要做到這個代表 它是醜女翻新故事的 所以估計一定是爆發性充足 其實它的車的能力和款式都比較多 當然反過來很多人會想 比亞迪也可以 但比亞迪的業務上 有些是反過來走的 它由低檔至平民化 慢慢打上去 其實這一種是辛苦很多的 還有基數效應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都是這樣 就是剛才節目一開始說 原先市場上有太多人 或者叫做很多分析員 未完全去用生態圈去看過 我們所說整個破壞性創新 究竟可以帶來顛覆性的效果 我們現在覺得它會不斷慢慢的 但如果你說就著《未來》 我覺得要提出一個風險 它比起特斯拉多一個風險 就是它有機會出現 大概兩年前的特斯拉 突然大家覺得 我交付兩會 會否突然卡住了 去到樽頸位 懷疑它 因為它始終很多都是靠代工 這件事是 為何它在稱特斯拉高一點 而《未來》是第二 剛才也和大家提過 剛剛也提到給大家提 《未來》其實是一個醜女分身貨業 因為過去四年 公司合共銷錢 差不多280多億美金 但今年開始看到汽車銷售 是一直一直上來 其實毛利也有負轉證 看到交付量方面 是有給大家看成績 但留意著剛才Andy提到的 究竟接下來的 pipeline 以及execution 究竟能否在這裏 繼續做到一個驚喜給大家 這個需要就要關注 去到股價 很快都要提一提 它的樣子比Tesla漂亮 一直一直承擔上去 上星期還去到破頂位 Andy 這一隻又怎樣 其實坦白說 由我們8月中說的時候 其實已經很短時間內 升超過一倍 我們自己也在風險管理上 也是做了些少許平衡 甚至其實我們當初 都是看它會見三指頭 其實已經到了很短時間 好坦白說 短線我們覺得 沒有那麼多注碼追進去 就算真的有興趣 我自己覺得會逐格逐格看 看看它會不會 28元可以頂一頂先 因為其實縱市 我知道有些大行 在看它40元 但其實人家也是這樣下年 所以我自己覺得 不要那麼高 或者小些駐馬 你留大些駐馬 在回的時候才做吸納 不過不像你那麼聰明 或者經常跟蹤著你 去知道哪個股份有什麼特色 和爆炸力有多厲害 如果我們買環球概念的話 其實你剛才提過的 有些ETF大家可以選擇 選擇都多 譬如美國上市的 已經有好幾間 Andy 都知道你一直都跟蹤著 這些相關ETF的走勢 其實我只拿著它 今年的表現已經很好 差不多有些是各別四成的回報 其實坦白說 這個行業 我會說就著ETF 雖然ETF我們經常說 有時候可以很簡單 但今次去到新能源車這個行業 其實ETF是比較難選擇的 因為不是全線都是新能源 對 而且每一隻的特色很不同 我會這樣說 我今天帶了幾隻給大家參考 例如藍色CARS CARS 其實它比較多是傳統大型公司 所以你會見到很多日本車企 德國車企 Honda 或者戴姆勒 如果你說傳統車企 我們自己最喜歡戴姆勒 因為我們覺得 時間問題 但我們會覺得 將來的一些南海 電動車的南海 就是一些大的貨車 這個就是戴姆勒 可能有它的優勢 但如果你說就著另外兩隻 可能比較少人聽 是我們自己有駕駛的KARS 紅色那一隻 其實為什麼我們會喜歡KARS 其實是因為它會吃起來 不只是電動車的車企 它會想起周邊的東西 例如剛才我提到的 能源儲存 充電裝 甚至大家會想 這個其實有點像智慧城市 或者是智慧汽車的概念 其實你有很多要晶片的公司 其實KARS是比較多這些 可以轉一張給大家看 就是裡面細分 究竟每一隻ETF是些什麼 就明白Andy說什麼 例如KARS裡面 其實有一隻很出名的明星股NVIDIA 是不是已經感覺到 原來是想著整條鏈 是的 它甚至會想著一些是數據上面的東西 其實裡面有很多不同 即是科技的公司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們就會想 既然大家其實都明白 科技是一個增長概念股 如果又有電動車的概念 其實我們覺得是吃兩邊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其中 如果有這麼多隻裡面是我們的首算 所以第一隻就是KARS 是的 第二隻就是CRC 是的 那就是我們想接駁一件事 就是傳統的經濟見底 經濟見底的時候可以吃那隻 但是比重上面不要那麼高 因為始終傳統車企有很多間 其實只不過現在的股值很便宜 容易做到一些反彈 不是每間就像戴姆勒或者Volkswagen 那樣已經是好像大家認定了自己的問題 很著力過去兩年去做改革的 這個我覺得就會走得慢一點的 好 今天很清楚跟大家介紹了一些不同的產品 去追蹤這個新能源汽車的發展概念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下個星期一那集都要留意 因為我們就請到一個ETF的發行商上來 跟大家說剛才畫面上都有一隻屬於它們 但是它的概念又多一點 因為跟鋰電池有比較大的關係 我們可以再深入探討一下 究竟接下來的發展和追蹤到的投資概念 今天謝謝Andy和我們詳細分析 先跟你談到那麼多 下星期再見